已知要将氢原子的基态 注意一下 因为氢原子只有一个电子 所以它的基态 那个电子就摆在N等一 什么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N等一的电子 游离 游离是什么意思 就变到无穷远 这样懂意思 所可用的最长的波长 最长的波长意思就是最小的能量 因为波长跟我们的能量有关系 但是乘环比 所用的最小的能量的光 是913i的紫外线 那么问你从各个受基态 受基态就是N等于2 因为我刚刚有讲的 基态是电子只有一个 就是还在N等于1 就没有了 那老师 有没有基态N是不等于1的 其实就你们化学有讲过 例如碳12 对不对 它的原子序是6 那它的电子要怎么排 1S排两个 然后2S排两个 然后2P排两个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这样叫基态 所以你们基态的主态 电子主态 就1S2 2S2 2P6 所以它的最外层的电子 是在N等2的地方 最外层的电子在N等2 所以小心点哦 这个基态只是表示它电子从里面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排到最稳定的 最外层的那个电子 最外层的那个电子 不一定在N等于1哦 因为氢原子只有一个电子 那问你从受基态 当然依照我刚刚讲的受基态就N等于2的 跑到基态N等于1的 这个蓝曼光系的话 它光辅又是等于多少呢 刚刚我有讲受基态 对氢原子受基态是N等于1是基态 那受基态就是N等于2 就是第二层以后的嘛 什么意思哦 被激发以后 那跑到第一层 那么它的波长如何 它的波长来自于这光来自于什么 是不是这两个能阶之间的怎么样 差嘛 所以你释放的这个波长 也就是这个能阶 既N层不知道哪一层 减去第一层的嘛 对不对 这个他讲的受基态 有可能N等于2 有可能3或4 那我们就以N博号来代表嘛 好 会等于是不是释放出光的波长 它光的波长 是不是释放出我们的光的能量嘛 那你光的能量怎么算 怎么算出它的波长 那是不是等于什么 可以讲一遍 从头户习 然后又可以符合光波理论 频率乘以波长 光速等频率乘以波长 所以你就会算出这个是等于什么 那你答分这是怎么样 H7 好 那么当然我们后面讲 要实际算那个4G的大小 那你就会可以 那你答分这12400这样 好 那这怎么去算 我们其实用这里 它不是要叫我们实际找出这个大小 而是跟这个比较的关系 可以得到我的跟N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问一下 所以 GN层我把它带进来 我的能阶就等于什么 负的13.6 然后N平方分支怎么样 Z平方 所以GN层跳到第一层 那么其中的Z你要带的时候是1 那GN层跳的时候 是不是N平方分支 Z是1 负13.6 他第一层 蓝麦系这个第一层是1 那减去多少 是不是 负13.6 底下就是N平方就1的平方 会等于说到 是不是 烂打分支H7 是不是等于这个光的能量 OK 那这是DN层的能阶 这是第一层的能阶 能阶怎么算在这边 好 这是整一下 就会得到这个质值 OK 那这个质值 它是要跟你 所以以这个来表示 以这个来表示 这个表示是什么 刚刚有讲 自从N等于1 跳到无穷远的光的能量 是不是 所以依照题目的意思 G态有理 就N等于1到无穷远的 所以氢原子 G态是在1的地方 所以你的能阶 就要无穷远减去1 那等于这光的能量 无穷远的时候 你在这个式子 在无穷远 也是一样是0 或者你要知道 通常我们在这定的时候 就定无穷远回0 为了是这样 所以0减去第一层 就-13.6 因为你的N平方带1的时候就这样 会等于这光的能量 那光的能量是多少 它给我们来是什么 这个I 那就是多少 HC去除以什么 913I 这样有问题 那这干嘛 就是我们这两个字子要来比较 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是这样 然后这两个字子 怎么求这个烂打呢 这个是这样 你把这两个字子比较 相除 你把这四个钢除 上面这13.6跟13.6 消掉就得到这边的右手边 所以N平方分之法整理一下 N平方点1 右手边HC也消掉 HC消掉 然后你就会得到 烂打分之913 所以这就会得到我的烂打 这移过来移过去 所以就会得到是这样的结果 OK 那这一个题目注意一下 这个题目有些同学会被这个913I误导 所以把老师我就913I去带进去啊 1240年带913I啊 然后再来算 什么意思 是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 有时候有时候没算的时候不知道 我913I是不是直接去算光的能量 光的能量算 不用 这两个直接比较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也许我比较好的出题目方式 我把这改了 不要给你913I 也许我就来一次问你 我告诉你 告诉你 N等于1 N等于1 对不起 N等于2跳到1的时候 放出的光的波长是烂打0 问你 N等于3跳到N等于1 会是多少烂打0 或者N等于3跳到N等于2 会有多少烂打0 题目可以很多的变化 有没有懂得这一次 那你要怎么去算的 就是依照这个精神 从哪一层跳到哪一层 烂打分之HC 从哪一层跳到哪一层 烂打分之HC 用这两个字子来比较 这样了解一下没有 所以要